柯文哲无论在什么场合 都表达了对于2020这次没选 有点遗憾 有点失算的这种心情 他原先来讲的话是想要参选 但是后来发现胜算不大 胜算不大之后来讲的话 他认为说蔡英文当选几率会比较大 他说蔡英文在当选的话 再让他们搞个四年 台湾大概就很惨很惨 所以到时候四年之后 一定是换人换党做做看 他就有机会了 所以他的想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是这一次的选举 原先盘算 蔡英文会胜 蔡英文会胜 四年之后不好 四年之后他就有机会 可是现在状况未必都能如他所愿 因为刚刚已经讲过 韩国瑜的声势 在最近对那些很短的时间 就很快速串起 这也是不能不承认 韩国瑜的心理素质非常强 韧性非常强 这样子的一个非典型的政治动作 他对着很多政治动作 都是不是过去的传统典型政治动作 会做的事情 但是他做了 所以有人说就像赖清德讲 他百年不育的政治器材 其实我讲的也不为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如果是韩国瑜在这次选举获胜的话 那么柯文哲恐怕又失算 那么他现在的这种规划 能不能够持续到2024年 恐怕就有问题 所以他本来就有这种志向 只是他自己算计太多 只是没参选 没参选之后来讲 他就算计2024年 所以2024年他想出来的意思是很坚定的 可是2024年他还有没有机会出来 大的形势未必都能够他之所愿 我认为就是说 如果是韩国瑜这次当选 恐怕他2024年出来就很难 可是如果是蔡英文当选的话 他倒是打定了主意 也盘算好了 到时候蔡英文一定都做不好 然后患者患党夫人一定会起来 那么他就有机会 这是他的盘算 健康 优优独播放